我沒有想到我住的地方的車站居然這麼大 早上還想說很多那個入口很好 結果在下面完全找不到那個Google建議我的出口 所以就隨便選了一個地方上來 店員推薦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吃哪個好 我就讓他推薦 反正價錢沒有差到非常多 結果還是要回我的Airbnb才吃得到 Timescoring那邊排的實在太誇張了 看不到這一天 他一片就已經滿大了 後面都是吃過的 感覺很美味 就是美的 我還不太確定 來看茶餐 來我來點茶餐 好 我查過以後發現 可是紐約的披薩都是薄片 然後這個是下面 下面酥 下面很酥 然後上面很酥 很像美感 下面那一層很像美感 然後上面又軟軟 然後他們會見我的是油膏 那這圓鴨是這樣子的 Cream呢 5.5塊 然後沒有水 我去吃起司蛋糕的時候也是不用水 還是這邊連餐廳的食物都沒有水 這次是新鮮的食物 我在想 紐約是不是有自己的外賞品 我看超多的外賞品 我看過超多的外賞品 就是有一個穿著的東西 我看過很多外賞品 有一個穿著的東西 有一個穿著的東西 上面其實要看喔 每個穿著的東西 我看過很多人到買了 每個穿著的東西 那邊今天超多人 一直來 搭拌是外賞 或者是外賞 或者是外賞 我剛買的時候沒什麼好控 沒有火鍋在點 但裡面已經做得快滿了 我現在來買冰炒 火鍋 然後呢 走去那個 Joe's Pizza 因為我的Airbnb附近剛好有另外一間分店 大概只要走四分鐘 過兩個block 差不多就到了 然後那個真的超級好吃 我剛剛 我不確定那邊音樂那麼大聲 然後人又那麼多有沒有聽到 反正就是它的 它雖然是薄片的pizza 但它脆的地方只有下面一小層 上面還是軟的 我覺得做這樣是還蠻厲害的啦 畢竟脆的地方只有薄薄一層 然後但是你咬下去是很明顯 有感受到下面那層是脆的 然後上面那層又是軟的 我自己覺得還蠻厲害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其實很想吃兩片 但是 因為我那個 山蕉布丁我買了 它有小中大 我買了中的 我完全一口都還沒吃 然後我那個蛋糕又有剩一點點 大概剩個兩三口還沒吃完 我怕我吃不下 反正那個pizza它應該就開到四點 對應該是開到 欸今天好像是開到凌晨三點喔 我就想說 如果我等一下這些吃完還有胃的話 我再去吃好了 反正很快就到了 然後我剛剛有在那間玩具店稍微拍了一下 但我沒有很認真拍 這感覺很好吃 我先拍個照 我剛好不小心動到鏡頭 我猜畫面應該長得不太一樣 這布丁 好軟喔 但是我已經有看到那個有youtuber介紹說 這個布丁吃起來很不像布丁 但是很好吃 雖然不像布丁但很好吃的東西 真的會很濃欸 它感覺還有加蛋糕 像海綿蛋糕那種東西在裡面 口感上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覺得 它的中的 還是很大欸 這一個要 6.95 而且也不用睡欸 他們這邊吃的東西好像都不用睡欸 這次來紐約的新發現 其他州都要睡 但是紐約買食物以外的東西要睡 一般 一般像那個 芝加哥跟德州 都是 打拉斯 我不知道德州有沒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睡 反正 打拉斯跟芝加哥都是 就是 嗯 超市買的食物才不用睡 像是 Target Trader Joe's那些 超市買的食物才不用睡 你一般去這種 餐廳 還是要收睡 但是他們這個居然都不用睡 那個蛋糕也不用睡 披薩也不用睡 然後這個布丁也不用睡 這間我真的 排了 大概10分鐘左右吧 因為他有人流控管他店小小的 真的是 排一圈的 在外面 我來美國以後還沒有吃過香蕉 但美國其實到處都有賣香蕉 可是我對香蕉沒有興趣 而且我想說 香蕉不是應該是 熱帶的水果嗎 台灣的香蕉應該比美國的香蕉好吃很多吧 所以我覺得也沒有特別想吃香蕉 最喜歡香蕉的人應該會超愛吧 它口感很豐富 但真的不像布丁 感覺比較像 加了很多 是應該奶油嗎 加了很多奶油的香蕉蛋糕 我這時候看價錢 因為它小的是4.95 中的是6.95 大的是8.95 各差兩塊 大的我覺得有點太大 有點太誇張 自己有吃的話 然後小的話我覺得好小喔 就想說感覺 中的比較划算 所以我就點了中的 我覺得小的搞不好 沒有中的一半欸 我這樣看起來 感覺好像沒有中的一半 小的是真的還蠻小的 中的就是可能 應該會是越大越划算 嗯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 來 出去旅遊想要吃很多東西的話 還是點小的應該就好了 除非可以跟很多人share的話 那點中的就可以 剛剛好像沒有近照 看得到嗎 我的衣服是白色的 明天就要回答拉斯了 所以我今天得把這些東西吃掉 蛋糕還有一點點 都是甜的 都是甜的 但是因為紐約這邊 剛好 就是 聽到查到有名的食物 甜的比鹹的還多 鹹的我應該就只有查到那個披薩吧 其他我好像沒印象 然後我朋友有查到那個牛排 然後結果央拍 我們覺得央拍 特別驚艷 因為居然沒有羊燒味 真的是一點點羊燒味都沒有 我覺得很厲害 光是這一點就覺得很厲害 其實它羊排牛排都是好吃的 它牛排超級厚耶 我覺得我第一次吃三分熟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中間肉就會很軟 就算冷掉也是軟的 因為畢竟沒有那麼焦嘛 都還是紅紅的 好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一次吃那麼多天食 所以我決定現在開箱一下今天買的東西 今天又更大袋了 這個應該是中型的袋子 我在那邊有看過小中袋 我昨天拿了兩個小的 今天拿了兩個中的 今天買更多東西吧 對 買了一個袋子 我今天去MM的時候有跟我爸媽視訊 然後整個帶他們逛了整間店 全部都看過一遍了 所以然後又買了這個袋子 這個袋子是14.99塊 但它今天有週末打折 所以只要半價 這樣是多少啊 他們有時候會敬畏一下 然後這個收據啊 店員撕爛了 它撕起來的時候剛好就爛掉了 它是7.50 就湊整數啦 然後 我還買了三個盤子 這個盤子也是 那個也是黑五活動 週末半價 它今天禮拜四已經算週末了 然後它原本一個盤子是9.99塊 半價的話 是5塊 一個是黃色的 一個是紅色的 請不要反光我的手機好嗎 紅色的 綠色的 綠色是唯一一個女生吧 我看起來 綠色感覺是女生 然後 紅色黃色藍色 感覺都是男生 咖啡色是女生 它沒有紫色的盤子喔 然後 然後我還買 又多買了一個 自由女神 因為她太可愛了 就在想說 感覺可以買回去送人 雖然我全部都還沒有決定 到底要送什麼東西 反正 覺得可以送人的東西 就全部都買了 所以就買了一大堆咚咚 然後我本來想要去 走過去那個 洛克菲勒嗎 因為路上人超級多 就有點塞車 然後結果我就看到 超級多人走進這間店 我那時候不知道這間店是什麼 反正我就跟著走進去 既然前面塞車的話 我就乾脆停下來 休息一下就好了 結果裡面超級多玩具 然後我還看到 很可愛的小熊 我後來查了發現 它好像是紐約的 是不是 好像是紐約 紐約的Headquarter在紐約 然後它本來就是 美國的 高級玩具品牌嗎 好像是這樣講的 這個 這一個帆布袋 要一塊美金喔 可是我看 看它覺得還蠻大 蠻好裝的 我就把我MM巧克力買的東西 一起裝進去 然後還有那個 還有這個香蕉固定 跟那個 起司蛋糕 通通一起裝進去 就剛剛好 然後先講一下這個好了 因為 它那個玩具店那邊 有賣糖果 然後跟MM巧克力 一樣有那個塑膠袋 所以我也拿了幾個塑膠袋 我覺得這塑膠袋好漂亮 而且我本來想說 我如果有買什麼 東西的話 應該可以 用到 一個MM巧克力的塑膠袋 一個FAO FAO FAO的塑膠袋 夾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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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隻手肘超級可愛 它在那邊有賣娃娃 但是娃娃比較沒有用 這個好歹 吊飾可以吊在包包上 我本來一直在猶豫要買 吊飾還是吸鐵 因為它有吊飾的熊頭 跟吸鐵的熊頭 但是吸鐵就 只能貼在冰箱跟門上了 我自己是覺得 怪包包上面更有意義 所以我就買了 吊飾 超級可愛 它是 12塊美金 超可愛吧 吊飾是12塊 然後磁鐵是10塊美金 我看一下它有沒有稅 喔不是欸 這一個袋子1.5塊欸 然後稅是1.06塊 OK我剛剛算完了 我感覺 FAO的稅應該還是8.8多 因為 那個1.5塊的購物袋 應該是不用稅的 就是它 如果跟芝加哥 大學一樣的話 袋子本身就是一個稅 如果是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反正我覺得 應該有 又不可能有這麼多種稅吧 我覺得應該還是8.8多啦 因為目前看到的稅 都是8.8多 所以 應該是1.5塊不算稅 1.5塊的袋子不算稅 這一隻 這一隻有稅 這隻有稅超合理 超級可愛的吧 超級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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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可愛的